988聚焦东盟 来到早上9点32分 欢迎来到直播吧聚焦东盟 早安你好我是辛迦辛睿 全球的新冠肺炎确凿病例呢 是已经突破了2000万宗 那世界各地呢 至今是已经有至少73万人死于这波疫情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疫苗可以早日面试 不过疫情是不是可以真的是百分百 由这个疫苗来对抗新冠病毒呢 那来自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 他就认为呢要研发出有效性高达98%以上的疫苗 其实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而最终获得批准推出市场的疫苗呢 或许就只有最高60%的功效 代表着就算有这个疫苗 也无法百分百的消灭病毒 只有呢可能被抑制到最低的水平 但是就是这样子呢 就唯有大家人人都坚持 遵守公共卫生防疫的措施 才能够把整个疫情给控制下来 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就曾经估计 没有症状的患者比例呢 其实是高达40% 也因此呢日前就研究团队指出 很多人可能体内是已经有了部分的免疫力 但是这个力度呢是很有限的 那瑞典卡洛林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发现 人体内呢有一个叫做DT细胞的东西 它是可以加强抗体 在体内停留的时效性 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呢 得到的抗体原本就只能够在体内停留 两到三个月 但如果有了这个T细胞的话呢 是可以让停留的时间延长到几年 那这是因为呢T细胞它有记忆的功能 在人体免疫系统内呢 负责辩食指定的侵略者 再加上很多人在年幼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有接种过各种标准的疫苗 所以在体内呢也形成了交叉保护的作用 而美国的卫生总使之前也说过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对抗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而且呢是不太容易变成重症 不过呢要检测出这个T细胞 其实呢比检测抗体还要困难 所以呢还是那一句 大家做好防疫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那疫情期间长时间待在家里呢 其实也意外在世界引起了一股怀孕潮 那泰国的最新出炉的数据就显示 当地政府今年3月到5月期间实行居家隔离措施的这段时间呢 是造成了565名的女性意外怀孕 其中3月到4月的一个月内 因为贫穷引起的这个意外怀孕率呢 是还增长了超过41% 因此当地1663服务求助热线就担心 当地假如爆发第二波疫情呢 是会加剧意外怀孕的问题 所以呢就希望泰国政府向美物家庭 紧急发放避孕套或者是避孕药 并且推出网上教学的这个性教育的系统 由教育部呢向青少年儿童来传授性知识 那同样的情况呢 其实在生育率不高的新加坡也发生 在疫情期间呢 当地多家的医院都发现 4月到6月期间怀孕的人数平均增加了20% 估计呢也是在那段期间 它是跟这个实施阻断措施有关 那也有医生就估计10个月之后呢 可能还会看到这个生育率再提高 而目前呢 在东盟内疫情最严重的菲律宾 其实也估计今年会有接近200万名 15岁到49岁的女性怀孕 而且到了明年呢 这个怀孕的数量是会增加接近190万 就可能会创下菲律宾这20年来最高的分娩人数 那昨天8月9号呢 就是新加坡的国庆日 总理李显龙就表示 即便现在国家处于冠病的疫情当中 也要在近代时期举行这个庆典 那尽管要完全走出疫情的危机 还需要一点时间 也必须要为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但是他强调 这不是新加坡第一次面临经济的危机 这20多年来其实已经经历过好几次 所以呢 他认为全民必须要努力的稳住阵脚 咬紧牙关 携手的挺过这一波的危机 那无论如何疫情期间的国庆庆典呢 是依然热闹无比的 昨天一早就有66辆的机动车队 沿着全岛5条 一共是200公里长的路线 途经30多个邻里社区呢 就是史上最长的一个行驶路线 是吸引了上千人走出家门 近距离的来观赏这个难得一见的盛大场面 而当地媒体也报道 尽管人是很多 但是大家都保持着安全的社交距离 那同时新加坡政府呢 这次也是第一次邀请100名的医疗前线人员 登上装甲车参与游行部队 那机动车队在经过这个医院的时候呢 也会向医院敬礼 向这些对抗疫情奋勇 非常有勇气的这些前线人员来致敬的 那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新甲新睿 明天同一时间呢 记得要准时守住 这波吧聚焦东盟